黎香背景来到沙巴州已四十载 这的风土人情使他爱着这片土地 更深深地爱上了沙巴从政中学 他就是沙巴从政中学秋和新校长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我会留在沙巴州一留住四十年 其实跟我说碰到的事 我碰到的人很有关系 虽然行政上的压力很大 但是在同事们的支持底下 我们还是能够度过 所以对这个环境非常的喜欢 记得Mr.Hu1977年到从政的时候 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 老师敦厚踏踏实实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 校长您陪我们已经走了四十年 期待四十五年 我祝邱校长身体健康 四十顺利 一群平凡人背负着奉献与华教的使命 坚守岗位 将平凡变得不平凡 是邱校长的座右铭 我要对我的敬爱的老师们说的是 希望老师们能够成为一个 敬业乐业的好老师 当然他也希望校友们 能广大发扬从政人的精神 正因为他的付出 将沙巴从政中学 推向了另一个更好的平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